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新冠疫情的惶恐当中 很多国家出台了很多的政策来帮助自己的国民 作为基督徒 我们相信上帝早就为我们出台了一些政策 让我们在他里面有平安 今天跟大家分享约翰福音第14章27节到28节的经文 耶稣说 我留下平安给你们 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 我所赐的 不像世人所赐的 你们心里不要忧愁 也不要胆怯 你们听见我对你们说了 我去还要到你们这里来 你们若爱我 因我到父那里去 就必喜乐 因为父是比我大的 阿们 这段话是耶稣在世的最后一周 跟门徒所说的话 他应许门徒说 我留下平安给你们 留下原来有释放和离开的意思 耶稣是先要把赦罪的平安赐给我们 让我们与神有一个相合的关系 我们才能得着从神来的平安 他说 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 关键是主耶稣的平安 耶稣在世为人 有平安可言吗 从降生到受死 耶稣哪有一点平安 可是耶稣所说的平安 正是可以面对和胜过 一切艰难环境的平安 是他在自高之处的 必定得胜的平安 而且他应许要把这种平安赐给门徒 也赐给今天的基督徒 耶稣没有应许他来 要为我们除去世上的不安 他是要让我们靠着他的平安 去面对不安的环境 接着在28节耶稣说 我去还要到你们这里来 这里的去和来都是现在时态的 意思是我正在离开 同时我又正在回来 他是活在不受时空限制的超越当中 从受难的角度看 他的肉身 他外面的人正在离去 但是他十字架的救恩却正在完成 那属灵的里面的基督 正在更加的接近我们 今天耶稣以灵的方式 与我们同在 他超越时空 就像我们这个网络时代 大家可以超越时空的 在网络上聚集在耶稣基督的里面 他愿他的平安留给我们 也愿我们领受了 相信心中就有喜乐 可能我们外在的环境 有风 有浪 不平安 但是我们若把耶稣接到我们心里 他在我们里面 我们就能够有他的平安 正像约翰福音第六章 十六节到二十一节 门徒在海上摇掳 艰难的前行 海浪翻腾 狂风大作 耶稣却在海面上走 当惊恐万壮的门徒 把耶稣接到船上 船立刻到了所要去的地方 我们的人生可能有小风小浪 或者大风大浪 只要我们把主 接到我们人生的船上 主的平安 主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 就会临到我们 盼望我们能够相信 能够领受耶稣所说的话 让我们一起同心祷告 亲爱的主耶稣 我们感谢你 谢谢你在这样的时候 将你的话 你的应许 再一次赐给我们 你不仅应许我们 留下你的平安给我们 而且你命令我们 不要忧愁 也不要胆怯 你是将波涛骇浪踩在脚下的主 我们要单单仰望你 紧紧地依靠你 就能够胜过一切的恐惧 一切的不安 让我们从你那里 资取力量 得胜 而且得胜有余 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走过疫情 重拾盼望 由环球传播制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